诸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播讲《鸾语先进篇》第24章 子录时子高为弊载 子曰贼夫人之子 子录曰有名人焉有社稷焉 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曰事故恶福令者 子录推举子高到弊县这个地方 去当县宅 夫子反对 夫子说贼夫人之子 伤害这年轻人 子录说 有名人焉有社稷焉 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录说 这哪里是伤害呢 那个地方既有俗民百姓 又有乡里设计 何必非要读书才算是学习呢 夫子回答他说 事故恶福令者 我最是讨厌利口善辩的人 贼夫人之子 贼伤害 这个人 这个人 做个发育词 福人之子 就伤害了这个人家的好孩子 子高啊 财质很好的 可惜学问未成 那么小 你就要他出事为官 夫子认为 羽翼未成 你就要他去飞 应该是练习着飞 不是直接到那个地方去 那样会造成是伤害 子路回答夫子说 有名人焉 有设计焉 名人者 俗民百姓也 可以熟悉一些政治之实践 设计者 相离设计 设是土地神 计是五谷之神 所以设计 我们讲江山设计 相离设计 那么设计 计是 熟悉设计之礼 那这也是一个学习嘛 但福祉 有他 刻意地强调道 你学问未成 觉性的唤醒还不足 根源未清 你不能试道 你现在还要共学 共学 试道 语力 语权 这有个顺序的 现在它是一个学习的阶段 你不要马上派他去 处理正式的事物 是要学习 但是 那是要练习的过程嘛 就好像 你现在练习 开车 还不会开车 你怎么可以叫上路呢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政治的确立 通权 通权答辩 都必须建立在道理的明白之上 道理 道理 有道之理 根源之理也 不可不明 你不明 那不行 恶福 拎着 拎 立口善变为拎 子路 心 很正直 何来拎着呢 不过子路 气比较造 比较急 气急 好勇 就生出许多事来 气急 好勇 他这样造成了 拎着 人所不知 自己也不知 但这种伤害 是莫死为胜也 而福子 知之 直接点出来了 一般人 不会觉得子路 这样是拎着 他是气急而已 福子点出 你气急 好勇 你直接说出 这样的话来 这个话 是气急 好勇 而生出的 立口善变 看似正直 其实已经违反了道理 这样的 立口善变 跟一般的立口善变不同 一般的立口善变 人家一听 就听出来了 你这样立口善变 人家还误认为你是正直呢 这样会闹出事情来的 这个就是 福子对人的心性 体会很深 所以轻轻点拨 把那个最核心的道理 点拨出来 做一个教师的不容易 就是能够真正看到 学生的 曲折 学生的缺点 能够点拨出来 像这张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 要在那个情境里头 把那个最核心的道理 显获出来 子路使子高为弊载 子曰 贼夫人之子 子路曰 有名人焉 有社稷焉 何必读书 然后为学 子曰 四国恶夫宁仁仁 子路使子高为弊载 子曰 这夫人之子 子路曰 有名人焉 有社稷焉 何必读书 仁何为学 子曰 是个恶夫行者 好的 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仔细再多体会 万味 感恩 我们今天就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